欢迎收听《老那要还俗》 作者 伊梦黄梁 播讲 华英空 第487章 你看到钱了吗 方正心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琴丽娅没回家 那么去哪了呢 想要知道来龙去脉 还得从徐银领导或者刘大成身上下手才行 不过刘大成一直不露面啊 那就只能从领导和徐银身上下手了 这个时候宋可灵路过 方正马上到 马志啊 咱们这一行有啥纪律啊 除了不能借钱 马志也是机灵 立刻到 多了 不能谈对象 不能借钱 不能骂人 不能打架 吃饭要交钱 有情绪 不能在寝室里发泄 可以出去发泄 发泄完了 必须以积极的心态回来 在咱们家 有三谈三不谈之说 三谈说是 谈理想 谈未来 谈人生 三不谈说 不谈公司产品 不谈公司制度 不谈下属 关系等等 总之 很多 你慢慢学吧 方正一副好奇宝宝的样子道 听老师讲 咱们公司那么多 那么多有钱的呀 领导那么有钱 为啥吃的 还要自己付钱呢 咱们这行业呀 和其他行业不同 人家是打工 咱们是创业 拿来的钱 和老总合伙做买卖 我们都是老板 大家都是平级的 吃饭总不能让人家管吧 马智立刻回答道 显然 他虽然不怎么听课 但是听多了呀 日夜轰炸之下 还是倒背如流 宋可灵看了马智一眼 再看看方正 也没多想 就走了 马智立刻低声道 法师 今天就这样吧 我先走了 嗯 去吧 方正点了点头 马智就立刻离开了 就在这时 李静初拎着一个黑色袋子出来了 边上还有一名男子 两个人直接就出门去了 徐寅送走了李静初 看了眼前的方正道 方正 你要是没事 就去学习 别发呆 方正道 学习 学什么呀 学什么 学怎么分享 算了 我亲自教你吧 徐寅心情好啊 那个手里到十万块钱了 美滋滋的 自然看方正也顺眼了不少 带着方正来到一边的桌子 就坐下了 然后再给方正一个蚊子道 这是你以后的日记本 每天要记笔 还要做检查 如果没记笔 那一天没饭吃 徐寅道 方正顿时翻了个白眼 果然呢 洗脑 开始了 徐寅继续道 首先呢 我要送你八个字 虚心 学习 听话 面对 前面三个都懂 但是面对呀 应该有点难 但是你要明白 看我们这一行 很容易被人误会 所以要学会面对压力 压力主要来自于三方面 一方面是家庭压力 家人不理解呀 让你回去 或者不给钱 不支持你 第二就是负面压力 你将面临社会上各种舆论上的负面压力 你要明白 一个成功的行业 不可能让百分之一百的人加入进来 钱永远是给少数人赚的 而不是给大多数人赚的 什么叫机会呀 别人都没看到的时候 你看到了 这就叫机会 抓住了 你就发财了 第三呢 是金钱压力 我们都是以有限的金钱 做无限的事业 以小博大 所以我们要做的 是将一分钱掰成两份用 将有效的金钱用在刀刃上 这三个压力啊 你都要学会面对 当你坦然面对的时候 你就入门了 另外呢 我们寝室也有自己的规矩 你也记一下 一 寝室环境 卫生要干净 保持热情度 让亲方好友觉得我们这一群人不一般 保持 对 第三啊 保持良好的习惯 让新人看到我们这里的人的素质高 第四 配合 和新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要亲让 尤其是玩牌的时候 多输少赢 说到这儿啊 徐寅还加了一个重音 显然对方正之前下黑手表示不满 方正只耽误没听到 徐寅继续说道 第五 是亲和力 能够来到这里 都是有缘分的人 我们要亲如一家 这叫团结 相亲相爱 才能将事业做大做强 你总不想你找个新人 边上的人都泼你冷水吧 赚钱也要团结嘛 第六 神秘感 朋友来了 不要乱说话 他问什么 都让他自己看自己听 老师比你会讲 相信老师成功率更高 第七 发梦想 晚上睡觉前 你可以发发朋友圈 说说传统行业的弊端 社会的现实 穷人如何翻不了身之类的话 然后你再说说 你现在行业中的人 是如何走向成功呢 如何打破那些鄙视他们 看不起他们人的脸的 以及你以后要从事什么伟大的行业 第八 学会赞美 不管谁问你身边的人怎么样啊 都要去赞美 输入一个一个好形象 大家互相赞美 才能成就一个人 第九 气氛 要学会营造积极向上的气氛 不管在哪里 我们都要保持乐观 积极学习 对于我们的事业 坚定不移的信念 这就是我们的市规 记下了吗 方正点头 心中越发感叹 这传销真厉害呀 洗脑几乎无处不在呀 行了 今天就讲这些 你有什么疑问的吗 徐吟论 方正立刻问 我在寺院的时候啊 师父说 做买卖 有买有卖 才能成交易 咱们啥时候 去看看我买的沙漠呀 徐吟顿时无语了 这贼徒竟然 真心有沙漠呀 徐吟干咳咳了一声的 会有机会的 有机会带你去 还有问题吗 那我在寺院的时候 师父说过 绝对不能撒谎 咱们这里要撒谎吗 方正问 徐吟不知道为啥呀 听到这句我在寺院的时候 就不舒服 眉头紧迫道 这个明天再说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徐吟出去了 但是宋可灵出现了 坐在方正边上 说些有的没的 方正去哪他都跟着 就算宋可灵不跟着 也有人跟着 总之 方正想一个人单独活动 根本不可能 上厕所 都有人在边上陪着蹲 中午吃饭 方正就没再闹腾 如果他都喝了 这些大人饿肚子没啥 饿坏了孩子就不好了 不过即使如此 方正看着碗里清亮的水 和可怜的几粒米 心里也不是滋味 想想那皮肤辣黄 很瘦的孩子 心中更是难受 吃了饭 方正回到屋子 才躺下 就听到里面 传来愤怒的咆哮声 徐吟 你快出来 徐马上报到 随后就听到 领导黎静出道 你看到钱了吗 本集播讲完毕